現在政策是黨是要跳 大家都在看 我真的覺得 有一個題目是真的是 剛才可能下一節才會討論到 就所謂到底這算不算一個中國日 我個人傾向把它認為 我想這也是黨中央民導人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把中國日轉化成說 謝長廷院長 包括其他黨內先進 已經去的或是還沒去的 把它當作為未來中國政策討論的加溫 我覺得這樣來的一個詮釋 會比較是客觀中立一點點 剛才就有提說 蘇貞昌主席的中國政策什麼都提出來 這個絕對不是民進黨黨主席 他說我中國政策什麼 我就要提出來 他是黨主席 當然他現在不像謝院長 謝院長是沒有 他只有黨中常委 所以他中常委他只能提出個人意見 他不能說我的利益就是黨的意見 所以還沒有實聲表 我覺得沒有實聲表 好 來 政傑大哥你敢開萬千 你當時也是民進黨 我們是三件客啊 現在怎麼這樣啊 我是在1991年 民進黨要通過台獨黨綱 那時候林佐水他們在連署 已經超過黨代表的一半我就退黨了 我是反對把台獨列入民進黨綱對黨的 那其實民進黨走到極獨的路線啊 對民進黨本身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限制 讓民進黨沒辦法突破 沒辦法真正的執政 謝長提這次去 說實在已經太慢了 太慢了 他只要早點去的話 他就當總統了 他被落選了才去了 好 我們來看看 中國政策其實現在是 確實是民進黨當務之急了 這個謝長提算不算搶得頭香 中間有沒有角力呢 我們來看五月份的時候 這個蘇貞湯不設前提不開始訪問中國 那麼後來呢 這個蘇貞湯當黨主席呢 就是有人認為他是務實派的 對他有一些期待 不過呢這個立委 拋出了陸生健保 納入健保之後 結果馬上撞回來 沒用啊 10月的時候 王丹才與這個民進黨的座談會 蘇貞湯表示 民進黨應該了解 庶民中國 擴大庶民的接觸 那麼這個謝長提的部分呢 只是從2000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擔任這個高雄市長 他就希望能夠到廈門走一走 這個有講到一國兩事嗎 高雄跟廈門 一國兩事 憲法一種 結果呢阿扁就動了 開玩笑要去也是大膽 我來先來你們 怎麼能讓你謝長提先去訪問 2011年憲法取得 憲法共識取代九二共識 民進黨一直要幫九二共識 做一個解套啦 這個能不能解套 看起來選舉前是沒有 憲法共識 12年的5月 初初坦言 護學訪問中國 替年輕人下一代走走看 接下來的關懷之旅正式展開 這中間有沒有角力的過程 光景 我覺得謝長提先生 一直在民進黨裡面有免疫力 或說大家對他有一個特取權 包括他那個廖北亞事件 被探討的時候 他還可以召上過關斬將 他提一種憲法沒關係 其他人要是提還得了 包括阿扁 我們對05年看待 連戰跟宋楚瑜訪中 其實當時大家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在野黨嘛 你並沒有公權力啊 那何況是 就算我們先說到在野黨裡面的 西藏廷 他現在在民進黨內也沒有說 這個巨大的實權 所以我們後來回來看到 現在的民進黨黨主席 蘇貞昌 他一直笑熊要2016還要再繼續 拆一路要拼嘛 他絕對對兩岸這塊有著墨 而且現在是代理人戰爭 都有他們的這個先前部隊 慢慢要著墨這一塊 所以這個蘇貞昌先生 他現在是被綁在民進黨主席的 這個位置上面 所以未來的動向 不是看謝長廷這種 曇花一現式的出訪 而是看未來民進黨抓回祖宗 你蘇貞昌 你做一個黨主席 你怎麼幹 你對中國有什麼了解 以及你對民進黨 這些絡意不絕意圖 這個熱潮 我覺得現在有點在趕時髦了 趕時髦 這個我真的覺得 05年我們才罵過國民黨 市中有獎 國民黨那時候連送 藍軍 絡意不絕意圖 那時候民進黨怎麼罵他們 那時候還發生機場事件 記不記得 但是去包圍 你現在變成你民進黨 在趕時髦的時候 大家齒一齒一鼻子 看得也是非常野花繞亂 我覺得鄭傑大哥說得對 太慢了 好 不然不會在這個總統大選的時候 會面對中國議題 沒辦法處理 其實民進黨會跟共產黨 建立民共平台 民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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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民共平台 其實這個事情已經不是謝長廷開始 我知道無奈人 他跑大陸跑了很多次 是新潮流開始的 新潮流開始 新潮流 有一次我碰到洪氣昌 他說 他跟我哈哈大笑 他說我現在 你要說我是民進黨裡頭的統派 好 洪氣昌 你知道 對不對 那 所以你可以預見 會建構一個平台 其實我覺得 你 民進黨 你不需要把兩岸關係 變成國民黨的一個禁聯 對不對 那你失去對兩岸的話語權 是 這是對台灣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你民進黨連插嘴都不可以 你民進黨搞什麼東西 不過世衆他有說 其實兩岸之間 就是說民進黨跟這個共產黨之間 早就有在往來了 我們之前還有一個節目討論到說 不是不一定去民進黨的中央東部 旁邊那間餐廳開港總是有的 好 研究台灣的單位 其實我們來看看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但是對岸研究我們的這個單位 實在是非常之多 北京有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 國台辦 研究理定對台的政策 另外中央還有統一戰線工作部 開展以統一為重點的海外統戰工作 另外還有和平統一促進會 促進兩岸交流跟合作 推動和平統一 還有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發展兩岸的關係 這光在北京 各省市其實都有單位 上海就有一個台灣研究所 台灣問題的專業研究機構 那麼廈門 這次廈長廷先到廈門 廈門就有一個非常知名的 台灣研究所 廈門大學的 中國研究台灣問題的重鎮 事實上這個廈長廷 十二年前就是打算到 廈門大學來走一趟 時隔十二年 終於來到了 這個溫森大哥 您對於中國對台研究單位 是有相當了解的 到底他們都是怎麼處理台灣的部分 研究沒有調查局多 調查局出過一本專書 有關中國對台統戰單位 他們剛剛加起來大概五六十個 那各位看單單這一本 這是北京聯合大學台史審出的文庫 他就把台灣研究論文出這個驚險 另外他有一個統戰部門的機構 叫九州 九州還出了一本叫做 台獨組織以人物 你看謝長廷這一欄裡面 他就把謝長廷過去一言一醒 全部都把它調列出來了 那我始終認為 謝長廷他這一次去 還好有這兩位置多姓在旁邊 趙天廷跟李應元 再加上一個蘇智芬 因為蘇智芬去過中國五次 這是第六次 那謝長廷去的第一站 你看他就是 拿這本書記住嘛 給他們那些鄉親 就是說不一樣的台灣 就讓這些中國研究台灣的單位 瞭解說 新世代的台灣 尤其他現在鼓吹的是台灣維新嘛 所以有新的想法 我始終認為說 他就像過去 他在選總統的時候 寫的這一本書一樣 逆中求勝 謝長廷始終是一個 逆中求勝的一個 一個算先行者 包括李敖也說嘛 謝長廷應該是民進黨內最聰明的 許信良也認為說他是自多姓 所以他本身 我想對於這個民進黨內來講 謝長廷這一次的 當然不能說搶頭香 叫香 創這樣 分到 這柯建民可以作證 柯建民家是賣香的 柯荒美香 那個應該是不會是嗆到 可能真的是有感而發 所以我是認為 中共高幹他現在是因為 18大已經11月8號要開了嘛 那這個符文體制馬上下台 我認為大概 李克強 或者如果習近平聰明一點的話 如果他聰明一點 他應該先見 因為你現在不是國家領導人 有沒有機會 30秒 如果說 我覺得假性領件的機率比較大 有機會 但是再往上一點的話 那個機率就越來越低了 因為我覺得現在 以謝長廷的身份 跟他的那個代表性 事實上是有問題的 那第二個呢 中國又很講究這個對等性 他們很講究這個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 要考慮一個問題 因為你剛剛提到的 大陸社臺機構的話 就是說對台灣的研究機構 其實還有一個機構非常重要 就是社科院 對 北京社科院 其實它有兩個 一個是北京社科院 一個是社臺社科院 其實他們這兩個機構 非常的重要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們的研究機構裡面 有地區性的差異 像廈門的台研所 對台灣的了解 掌握是最清楚的 但是上海的台研所 他們基本上是最靈活的 北京的台研所 對台灣的了解 其實就沒有南部的 好 也就是說 北京的台研所 他的研究 沒有廈門台研所 對台灣那麼了解 也沒有上海的台研所 那麼的靈活 他們基本上 北京的台研所 比較像鐵板一塊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們比較靠近 他們比較靠近 那個決策中心 所以北京的台研所的影響力 其實又遠高於這個 上海跟這個 廈門的一個台研所 以前很多台灣的大學 很多中國大陸研究所 現在反而慢慢改名 變成什麼國際戰略什麼的 好 現在是不是要調一下了 廣告中我們更多討論 馬上回來